坐着都睡着了,半月前约的终于排到了,八个月八十斤,叫吴亦凡,远看都挺好的,八开都是小节,来点毛发修复液,一层一层疏通全身毛发,之前有朋友问底部全部成片怎么疏,就一层一层疏呗,替我们就不建议了,哈哈,就用排疏就可以,不伤底容不伤肌肤,全身疏通一个小时,剪支架,能趴绝不会站着那种,内心,怎么搞那么久, 狼指不能漏,这个肠估计被遗漏很多次,剃脚底毛防走路打滑,防滋生细菌,你怎么舒服我们就怎么来,这狗肯定天天熬夜,清洁耳朵,阿拉猪一点都不过分吧,钢周毛剃一下,挤一下钢门线,挤的时候屏住呼吸,第一轮失身,毛发特后需要一层一层,淋透,弄点水补浸一下,第一遍用薰衣草,深层清洁滋润毛发,毛发干燥的白毛的用它, 这么大的毛量打了四次一叶,生锈的不锈钢刷,全身刷干净,不要用支架挠窝,四肢腹部臀部多刷哦,被甩水很正常啦,一层一层冲干净,香波都是实体能电弓的,第二遍用夏威一果,滋润毛发防掉毛,第二遍刷完可以停留几分钟,冲水同样一层一层冲干净,第三遍用弹力素,滋润毛发,让毛发蓬松,顺滑有弹性, 犬猫通用的,均匀淋抹全身,毛量多多几点,全身来一套马萨机,身上黄的属于氧化的了,洗不掉的,最后一轮冲水,一定要冲干净,喜欢转圈圈,擦身出锅,不要来回搓,不然全打结你就哭吧,上桌大型犬基本都会,太胖了浮一下,45度顺毛吹,多一度少一度都影响效果, 真怕你摔到了,少熬夜吧,容易掉毛,少睡一分钟都亏了,腹部,尾巴,四肢腋下,都是皮肤病,应该是之前没吹干,头部用风筒吹干,犬猫头部都用风筒吹,修一下脚舟,对比一下,翻心前的样子,翻心后 轻轻点赞关注哟